大家好 我是高壽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很特別的現場 是親民主國家 即英美加那些地方住的華人 他們在這些地方 都居然相當親共 好了 究竟為什麼這樣呢 今天來說 第一 有不少是間諜 這個不是開玩笑 自中國富起來之後 每年都派不少間諜 滲透全世界各大民主國家 從事一些偷技信之類的東西 很親共的 效忠中共 中共的爪牙來 平時不多會看得出 他就是間諜 跟普通人 沒有什麼分辨 普通海外華人 關鍵時候 才會出來做事 所以大家知道什麼了 不是亂說 我記得早前在英國 才有個大間店 被爆了出來 現在不知道他怎樣了 應該被處理 送回大灣區了 第二 在外國被歧視 眾所周知 外國都有不少歧視 華人去外國 不是這麼容易埋到當地人隊 埋不到隊 自卑 於是就走去親共 支持CCP 看看CCP 可不可以幫到他們 解決歧視這個問題 大馬華人就是這樣 有個愚蠢幻想在這裡 幻想這樣 就不會有歧視問題 但事實 哪有敢意 不想有歧視 回去中國啦 不過 慢著 回中國 都有機會有歧視 中國的省份之間 都有歧視這個問題 既然是這樣 不要做人啦 第三 離地 沒有真正感受體驗 現今中國實際情況 有不少海外華人 早在清朝那期 就已經在海外落地生根 在外國住到現在 他們沒有體驗過 感受現今中國的情況 不知道CCP是怎樣邪惡 怎樣反人類 只是看到CCP 領導下的中國 經濟發展不錯 自然走去親共 他從中 可不可以拋下水 對現今CCP中國 有個幻想在這裡 講到這裡 相信大家明白了解的啦 普CCP 講到尾都是為了自身利益 人始終都是好功利 什麼都以利益為先 而CCP 又不是沒有錢 那追求功利 帶來玩銀彈戰勝 收買你班人 就這樣 海外華人入面 自然就有不少親共啦 去一下馬拉 加拿大 澳洲 你就會發現 真是很多這些人 那 愛CCP 為什麼他們 還死在這些民主國家呢 正如剛才講的功利 可以的話 當然吃完兩家茶禮啦 他們不是傻的 做任何事 當然以自己利益為先 那 CCP 和那些民主國家的護照 當然是那些民主國家的護照啦 在那些大事大妃時候 他們都是 去回外國那邊 所以 為了不要讓他們這樣 happy 如有發現 請向當地部門舉報 送他們回大灣區 愛國愛黨 請回國